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來來來來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欸,有鑑於這集主題,有別於一般影片,開場版應該換一下 不過觀眾們應該早就聽習慣了,就不改啦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打電動看動漫是我的興趣 身為創作者,都會有一股熱情想要跟觀眾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我既然能分享哈利波特、魔界、神話或各類奇幻故事 為什麼不能分享自己喜歡的動畫呢? 這集就讓我來分享2023年秋季新番,我特別喜歡的五部作品 如果還沒看,但有興趣的趕快追起來 有共鳴或剛好也是你看得很愛的,也幫我分享給其他人一起推坑吧! 影片開始前,感謝ExpressVPN贊助本集影片 它是我在Netflix上直接觀看跟搜尋哈利波特電影素材的好幫手 為什麼需要用VPN服務呢? 因為每個國家能夠收看的節目都不太一樣 而在台灣使用Netflix,是看不到哈利波特電影的 上網查了一下,原來澳洲的Netflix有哈利波特電影 本來是需要在澳洲才能收看 但這時候只要透過ExpressVPN,把自己的網路位置變更到澳洲 像這樣操作再重新整理 欸?電影就全部顯示出來的,超簡單對吧? 不只哈利波特有數千個額外的節目,都可以透過切換IP來收看 魔界電影我也很常複習 可惜台灣的Netflix一樣搜尋不到 以魔界為例,基本上關鍵字搜尋 下面沒有跑出結果,就是台灣看不到 不過標題這邊如果是白色的,表示在其他國家看得到 接著再上網查,原來澳洲比利時日本都能看 那就用ExpressVPN把IP切換到日本,重新整理 就看得到魔界電影啦,超級輕鬆方便的 網路上當然也有免費的VPN能用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免費就要付出連線速度超慢 還有能夠跨區的國家超少的代價 你可以接受影片看10秒,累個30秒的無限循環嗎? 很高的機率還連不到你想跨區的國家 用ExpressVPN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只投資優質伺服器 有超過100個不同的國家可供選擇 不管連到哪個地方速度都是快又穩定,沒有延遲 更棒的是,ExpressVPN不管在手機、電腦、平板跟電視等設備上都能使用 如果你也想在自己訂閱的串流平台上 看到哈利波特或其他大量影劇 ExpressVPN真的是我最推薦的VPN服務 也幫大家爭取到特別優惠 現在只要透過我的影片資訊欄專屬連結 ExpressVPN.com slash fantasylibrary 將能額外多獲得3個月的免費使用期 有需要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啦 是說這季真的很妙 新版動畫大概就有80部左右 巴哈就上了超過50部 真的是巴哈我大哥啊 啊,當然有少數作品是某些串流平台獨佔 巴哈就看不到了 除了巴哈有彈授權 還有像是大咖代理商木棉花 也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有放出不少新翻線上看 只能說這年頭動畫名真的好幸福啊 接下來會推薦5部作品 都是10月份才開始播 我看了幾集覺得很值得追的作品 盡量以無雷到微雷的角度來推薦 但會排除兩種類別 一種是7月夏季番就開始演 到現在還沒演完的 例如說黑暗集會 另一種是10月開始演 但並不是第一季 例如間諜家家酒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這種 介紹的順序不分排名 純粹是我觀看的先後次序 第一部要推薦的動畫是 《不死不孕》 把孕這個字改成性 更能明白作品的意思 因為故事中的男女主角 分別擁有自身不死 跟為他人帶來不幸的特殊能力 故事從兩個人的相遇開始說起 女主角出雲瘋子8歲時 造成了包含父母在內 270人死亡的飛機事故 因為會給別人代碎 不想害人的她 在之後的10年逐不出戶 18歲的她 在喜歡的長篇少女漫畫連載完結後 決定終結自己的生命 卻遇見了同樣擁有異能的安迪 安迪憑藉強大再生能力 即使在瘋子不孕能力的影響下 依然能夠活下來 然而安迪渴望真正的死亡 所以在阻止瘋子自殺後 就一起出發 想辦法完成她的心願 過程中瘋子發現 事實上有一群人跟她一樣 可以否定事物 這群否定者 建立了UNIAR這個組織 還有一個自帶神秘力量的圓桌 不過男女主角 也遇見了另一個否定者組織 UNIAR目的是爭奪圓桌跟干預人物 瘋子的出現 不只改變了否定者 跟兩個組織互相對立的局面 也撼動了整個世界的命運 一般來說 通常特殊超能力都是正面的 不過不死不遇裡面的能力 卻是走否定路線 不一定完全負面 但基本上給自己或他人 帶來的悲劇居多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些能力出現 否定者要怎麼逆襲自己的命運 都是特別的看點 順帶一提這部打戲蠻精彩的 我沒看漫畫 但據說是許多原著黨 看了動畫都感動到想哭的程度 第二部推薦的是上一集聊到了 葬送的福利連 福利連這部作品真的讓我很驚豔 不是因為它劇情多有梗或多有深度 也不是五指轉身那種世界觀設定嚴謹龐大 劇情多次有驚人轉折 而是透過幾位主角的日常冒險 展現了福利連這位長壽不老的精靈 心態上的轉變 是一部溫暖療癒的冒險作品 福利連的重點在文系 一般奇幻作品重視的戰鬥並非重點 漫畫很明顯 在刻畫打戲上就偏靜態 缺乏刺激感 動畫則大大加強了打鬥的細節跟流暢度 可以說補強了弱點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前一隻聊福利連跟魔界精靈最大差別的影片 很特別的是 作品人氣最高的勇者希梅爾 第一集就死了 但是這個年輕高大帥 老了又矮又凸的勇者 卻在後來的每一畫 以各種特殊形式活躍著 希梅爾不只改變了 不想多了解人類矮人這種短命生物的福利連的想法 更影響了許多冒險夥伴與全世界 看個幾集就會明白 這個角色為什麼第一集掛掉 人氣依然排第一的魅力了 我認為是一部 從福利連 他身邊的新舊夥伴 以及勇者等不同角度看故事 都會有不同感受跟啟發的好作品 強力推薦 第三部要推薦的是 16bit的感動 Another Layer 它原本是2016年的一部同仁制漫畫 後來2020年發行了商業單行本 名稱是16bit的感動 我和大家一起製作的美少女遊戲 看復標應該就知道大概內容了吧 學生時代我可是蠻喜歡玩 美少女夢工廠這個遊戲喔 現在雖然不怎麼玩了 但一直很好奇這種美少女遊戲的誕生歷程 就早來看了 16bit的感動 原本故事的時間線是從1992年 美少女遊戲漸漸發起開始 主角是剛上大學的上緣牙醫子 描述她在電腦商店打工 這間店實際上也在開發 可以澀澀的美少女遊戲 店長發現她的繪畫才能 剛好又有員工跑路 就讓她頂替赴美術這個位置 一起開發遊戲 後來攔起熱情 發光發熱 看著看著能了解1990年代 美少女遊戲的歷史流變 跟一些內幕 在其中一位作者的構思下 動畫加入了時間穿越要素 邱里樂夜這個動畫原創角色 不小心從2023年 穿越到1992年的原著年代 通過樂夜來描写 2023年觀眾看到1992年 當時最新技術等事物時的反差 而不小心穿越到30年前的樂夜 被原著主角上緣牙醫子收留後 終於有機會實現她 推出自己繪製的美少女遊戲大作的夢想 這部原著就蠻好看了 動畫的穿越元素 更是巧妙的跟原先劇情結合 沒有亂魔感 相當推薦有玩過美少女遊戲 或是對這類作品有興趣的人來看看 這類透過動畫來理解某個產業的作品 我另外還大推2014年的原創動畫白香 主配角都很香 內容也非常精緻好看 第四部要推薦的是 香格里拉開拓一盡 奮座獵手挑戰神作 這部電玩名應該會很有感 有點像是在看遊戲實況主打遊戲 男主角桑樂是一位擁有頂尖遊戲技術的玩家 但是對一般遊戲沒興趣 只喜歡玩各種垃圾奮座 果然天才的想法就是不一樣 某一天在遊戲電源的介紹下 開始玩一款預約註冊人數3000萬 被稱為神作的沉浸式VR遊戲 香格里拉開拓一盡 這遊戲裡面有七隻不會重生 特別強大的稀有怪物 而且3000萬個玩家 從來沒有人打倒過他們 而男主角就這麼有新手運 剛玩的第一天就遇到其中一隻 憑著從糞作各種Bug 異常難度鍛鍊出來的意志力跟技術 打得有聲有色 然而這位鳥頭面具的二刀流獵人 最終還是狠狠被教訓了 之後男主角決定不管主線跟最終BOSS 目標就是要打倒第一天給他難看的稀有怪 不過也因為被稀有怪上的特殊詛咒 開局遊戲直接變成地獄難度 但我們的奮作獵人沒有輕易認輸 一路上還遇到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夥伴 就跟我們在MMORPG會遇到的人一樣 可能會發現某個甜美妹子的角色 現實是肥宅大叔等等 這邊關於主角遇到的夥伴就不爆雷啦 總之是一部會想要跟著主角等人在遊戲中闖關 期待他和NPC夥伴互動的優秀作品 順帶一提喔 這部打戲真的很好看 可以感受到製作組用心用愛在做動畫 最後一部要推薦的是 提亞木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 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雖然副標有說重生 但不是轉生到異世界那類 故事的女主角明雅 是提亞木帝國的第一皇女 但為人任性 不知人間疾苦 導致帝國發生叛亂 在他被抓起來 囚禁在地牢的三年後 被革命軍送上了斷頭台 在眾人人眼旁觀下 帶著懊悔跟恐懼死去 得年二十歲 不過回過頭來 他意識到自己居然回到十二歲年紀 原本以為只是做了一場夢 卻發現自己手邊有一本沾著血跡 由他在地牢中所寫 持續記錄到上斷頭台前幾天的日記 他恍然大悟 這不是虛經一場的夢 而是重生回到了八年前的小時候 牢記慘痛為意 不願重蹈覆轍的明雅 決心要以自身的安全第一為目標 儘管本性還是很高傲任性 但他努力忍耐 遠離過去的仇人 拉攏其有力的人脈 來改變未來 重建帝國 然而那些只是為了自保 自立的不經意舉動 反而讓人對他另眼相看 甚至獲得了帝國的瑞智 聖女等稱號 也誤打誤撞 改變了整個大陸的局勢 這其實可以算是一部輪迴作品 只不過不像命運時之門 或明日邊界那種 可以死掉就不斷輪迴超多次 不斷改變命運的那種 再不知道有沒有下一次輪迴 女主角身份性格 又基本上沒變的情況下 就是看她如何回避bad ending 恶意千金的設定 原則上都比較歡樂像 加上有八年的未來事 就是看她如何漸漸洗白自己 察覺到歷史改變後 所帶來的影響 當然 尼亞各種賣演藝 也是看點 比起阿尼亞 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當可愛 OK 以上就是阿秋我自己推薦 特別喜歡的2023年秋季新番 如果是季番 到現在也差不多演完了 可以考慮一次最好追滿 當然 像葬送的福利連 已經確定是半年番 會演到明年三月 不過以這部作品來說 因為不是主打劇情爆點 或超展開 我很建議追昂黨 現在就追 跟著大家一起感受福利連的魅力 最後 同場嘉義 如果跟我一樣喜歡輪迴風格的 去年2022年的夏日時光 極度推薦 不要被平淡無息的標題片了 這部是懸疑驚悚加推理類的 不過這類作品 很容易正反派 會有一方明顯被壓制 尤其是正方主角 通常要被虐很多次 才會累積經驗 慢慢變強 但這部不是喔 反派雖然很強很GY 但主角也非常聰明 雙方鬥智鬥勇相當精彩 而且劇情有不錯的特殊展開 基本上每一個角色出現都有它的功用 沒有來湊數的花瓶或廢角 25集超滿足 加上又算是不錯的好結局 我拍胸脯真心推薦必看 如果對於2023年秋季心犯有任何意見 或是你特別推薦某部作品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但是盡量不要爆雷喔 假如大家的反應不錯 未來的每一季 都可以來跟大家分享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推薦 歡迎幫影片按讚 訂閱奇幻讀書館 想聽我跟阿瑞聊聊生活時事話題的話 也可以鎖定Podcast節目 說書人下班喔 我是阿秋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